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真正祥 今天我们的美丽的女主持人 这个请假去了 那今天又就由我一个人 来为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做服务 那也烦请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烦请动动手 把我们的个人频道订阅下去 并且如果有需要收到 准时收到最新上架的影片的话 就烦请开启小铃铛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盘中 有些特别的节目 会在我们个人的频道优先播出 然后如果说 这个观众朋友有任何的留言跟问题 想要在底下留言或者是发问的话 也烦请在我们的个人频道留言 我才会看得到 那现阶段 你在你现在往你的左下角看 荧幕的左下角看 你看到上面是写 筹码相对论 那个就对了 那个就是我们的个人频道 你要在我们的筹码相对论的个人频道留言 阿翔老师才会看得到 才有办法回复你的问题 OK 好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谢谢所有按赞的好朋友 也谢谢所有留言的好朋友 各方的留言阿翔老师都有看到 也虚心接受 不管是批评指教鼓励感谢都好 都谢谢各位的留言 如果是批评或者是这个提醒 阿翔老师都很开心 因为毕竟有些问题 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发现 观众朋友有发现 你提醒我 我都会认为 你是很好的一个人 OK 好了 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这个演习的状况 跟国会抗议的状况 你可能会想说 那真跟股票市场有什么关系 因为其实今天5月24号 从520之后已经过了四天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两天的国际局势 尤其是两岸的情势 以及我们这个国内 自己的一些立法院的状况 它其实都会影响到 投资的一个气氛 投资的一个气氛 所以说在今天我们一开始 要先跟各位谈谈这个问题 这是我昨天有给各位看的 中国大陆宣布要演习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我不知道它结束了没有 因为到目前连线 这个录节目的一个时间 还没有听到相关的消息 不过他昨天说是23号跟24号演习 这是昨天的一个演习的 一个区域的一个示范图 那当然这就会影响到 两岸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股票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然后再来 这个是我刚刚在我的办公室 往下拍下去 从窗户往下拍下去 你可以看到 这边它其实有摆了一台车 这个其实很大的一个荧幕 在做一些乘抗的一个动作 那你现在可能看到 现在还没什么人 这后面其实已经搭建了一些舞台的一个状况 听说这个抗议的一个动作会持续到半夜 会持续到半夜 不管是哪一方的人 我们今天没有要跟各位谈政治 如果说你有兴趣去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对我来说我们不是在跟你谈政治 你有兴趣是很好 为什么因为这代表了民主的一个象征 没错嘛 民主就是有话你就说出来 你都有资格表达你的意见 这个就是民主 然后这个是我另外一个角度拍的 你可以发现好几台车 这其实有总共有三台车 那在这样子的军演 演习啊 抗议啊一直不断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这其实就造成我们国内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个干扰 那政治上的一个干扰 它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投资的气氛 也会影响到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要持续观察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因为毕竟毕竟什么 如果说演变成像当年太阳花悬运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失控的话 这个对于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就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点我今天一定要先特别讲出来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在演习抗议之下的一个操作策略 你要优先记得 像我昨天在盘中 给各位的及时的一个light 你有加入我light的老朋友 你在昨天的盘中 你就收到我们的一个规划 策略上的一个分析 你当然第一个优先就是要避开两岸政策相关的股票 两岸政策相关的股票包含了像是观光 什么饭店啊旅行社这些的 然后航空呢尤其像是那个载客 比较多的航空公司 这个一定都会影响到 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势来看 你说两岸关系的一个要和缓 可能不会这么快 可能不会这么快 所以说这个是在现阶段 它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要优先避开 然后再来呢 政策争议股 什么叫政策争议股 我这边特别写了一个能源 但叫做政策争议股 政策争议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因为毕竟不是所有的政策 执政党推行 然后反对党一定反对 不是所有政策 我们举一个举一个例子就好 你有发现 基本上就我们目前看到的 国民党跟民进党 国民党跟民进党 两个两个大党 完全没有真正反对的政策 是什么知道吗 房地产政策 对不对 你有发现两党好像都在搞都更 各地的县市长主要都更的 都是当做他们的政绩 所以都是朋友 这个就没有争议 两党他其实对这个房地产 没什么太大的争议 但是对于能源 他们争议就很大 一个要涨电价 一个不要涨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时间就从先前 你看 你看1519的华城 昨天还跌破到这个什么 剩下600多块钱 他从高点跌下来 988跌下来 这波跌幅也差不多三成 跌幅也相当的重 6806的升位能 也是一波一路一直跌 反弹到月线还不过 然后又开始在做修正 当然这边量说是好事 但是能源概念 其实就是因为 它是这个政策上的争议 所以包含你今这两天 要做三读的一个所谓的 立法院要三读的一个 国会藐视法 他其实就是要 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争议 所以他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政策 大家都认同 就没什么太大的情况 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有争议的话 他影响就会很大 所以这个是 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 你看能源 他就是很大的争议 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跟各位说 你这些是要避开的 然后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接下来是礼拜六礼拜天 我不晓得 接下来的一个抗议行动会 会不会不小心 演变成失控的一个状况 但是身为分析师 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 保护会员朋友的资金 赚钱 然后保护会员朋友的资金 对不对 我们同样的也要提醒 我们的观众朋友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预防的一个心态 所以你现阶段 以布局的一个角度 要以布局那些低位阶的股票 为主要的核心重点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失控 那你有一些主力业内的 在炒作的股票 一些动乱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很快就马上跑走 马上跑走 就会是变成是这样 就变成说如果说 演变成这样子的状况 你去追 追高 然后人家收到讯息 你收到讯息的时间 收到消息的时间 你又比人家慢 对不对 那就变成很容易 因此追高 然后隔天就受了重伤 所以现阶段 在这个情势没有完全解决 平缓之前 你以布局那些低位阶的股票为主 那选股的题材跟大方向 当然低位阶如果又有价值 那很好 等一下我们会来谈一档股票 它有价值 然后呢机器人的概念 当然它有题材 而且未来是可预见的 产业确定成长 然后IP的股票呢 之前我们一直跟各位说 尤其像昨天 我说过了IP股你就是跟人家比气场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一些IP股又整个上来了 那它其实是一直有大人在防守 只是防守成功与辅 还要看市场气氛 等一下一并会来谈 然后Computex大展 当然有一些个股 它会去做攻击 像今天整个团势开盘开低 昨天美股道琼指数跌600点 导致加权指数开盘 一开盘开得非常的低 你看它加权指数一开盘 其实开得非常的低 但是后面去透过防守一些大致的股票 像是2357的华硕 2603的长龙 然后再来2353的宏基 这个也是业内资金在防守 内资的不是业内资金 是内资的一些法人 目前我在观察 它是投信法人在做防守 那这个投信法人基本上又去拿 应该也是ETF的钱就做防守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是以这样子的选股方向 所以我们先给各位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来去看我们下个礼拜该怎么做 我说过我们喜欢提早规划 所以我喜欢事先跟各位讲 所以我的Lite在盘中就会发讯息 发报告给我们有加入Lite的好朋友 OK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然后鸿海的部分呢 最近我稍微比较少谈 也没有比较做深入的研究 不是不是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应该是这么说 应该是说我一直都有在观察它 因为我们成本120以下的 都还紧紧抱着做中长线 但是呢就短线上来说 我比较少谈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说过了 最近有太多的散户朋友在问我说 鸿海可不可以下去低接下去买 这个就是我目前不太想继续谈鸿海的原因 因为我必须要先让它热度稍微降一下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看好它 你只要记得我的鸿海 从3月13号的节目上谈 然后3月15号股市现场 跟各位说紧紧抱老 然后这是我们先前会员朋友买的讯息 你都看得很清楚 3月13号就已经开始在买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告诉各位 先让它稍微冷却一下 等到没有这么多的散户朋友 在问我鸿海可不可以买 或者是没有这么多的散户朋友 想要买鸿海的时候 短线上它的买点就会浮现 但是对于我来说 中长线的目标是没有改变的 然后这一张是要告诉各位 这个其实我们讲很多次 从3月份讲到现在 5月份快5月底了 这个是跟各位讲 我们如果你是今天第一天看节目的朋友 我再跟各位复习一下 这是当初鸿海 在GTC大会 3月份GTC大会 那个NVIDIA来开GTC大会的时候 它就是借由鸿海旗下的红柏 展出的一个伺服器 跟他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水冷散热系统 所以它等于为什么鸿海这一次 能够拿到最大的份额 就是这个云 所以事情我们其实已经了解 所以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跟各位说 你要买 要买确定成长的产业 产业确定成长出来了之后 那你要买在它业绩未实现的时候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跟各位分享 鸿海它可以推荐 相关的供应箱给NVIDIA认证 当然这是未来可预期的事情 你不能等到说 确定了之后才买 那不对 很多的时候股票市场它是领先市场 利多消息它一定是提前反应 很多的时候利多一公布 它反而就不涨了 已经涨到很高 利多公布出来它就不会涨 所以逻辑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像是2354的红准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2354的红准 我们从56块55块就一路在买 然后先前做了一趟短价差 获利卖一半之后 后面在整理的时候 又一路在做低接 然后先前你其实看我的节目 你都知道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各位谈宏家军 其中谈最多的除了宏海之外 宏海集团当中除了宏海谈最多之外 第二谈最多的就是2354的红准 来我们当时候跟各位讲2020年苹果新机的一个预期 这个是在苹果新机发表会之前 首先在节目当中先跟各位做报告 当然到现在大家已经了解了 两款新的iPad Pro iPad Pro跟iPad Air 那时候也预告了苹果往AI的方向的一个决心 AI产业方向发展的一个决心 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我们今天借由这一张 来各位去做一个思考 这是5月8号我在非凡股市现场 那时候我特别在谈苹概 因为苹果新机发表刚没多久 对不对 然后也特别讲了苹果的金属机壳主要供应商 红准是其中一档 然后4958真顶是供应那个PCB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候在谈 其实都有谈到一个重点 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拿这张给各位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各位谈一件事情 价值 红海集团它有价值 但是很多它是被市场低估的 但是随着红海先冲上来之后 红海现在股价今天大概175 对不对 它的一个股价净值比 现在差不多来到1.6 1.7左右 比起那些什么广达 技嘉都来上低非常多 大家因为广达技嘉都差不多5 股价净值比都差不多5倍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整个红家军的子弟兵 红海的子弟兵 你会发现这其中 如果以红准金顶化汉樊宣跟真顶 其中股价净值比最低的是2354的红准 真顶是第二 1.17红准甚至还没到它的价值 那时候0.83是61块7 所算出来的0.83 当然现阶段它已经来到了什么 来到了差不多65块钱 今天收盘是65 今天收65 它已经来到差不多65 它的股价净值 它的净值你看 它的净值是差不多74.43 所以投资好朋友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考 净值是反映公司资产扣除负债之后的整体的一个价值 就是说你去买它如果公司假设它未来它说要清算 它会还给你74块 一张就是还给你74一股就还给你74块 对不对 所以逻辑上是这样子 那当然有时候净值股价低于净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过去的获利一直没有很有起色 对不对 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一直在跟各位谈这件事情 产业趋势已经出来 你要买在业绩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红准过去前两年的业绩都不好 对不对 产业趋势已经出来 买在业绩还没出来 你这一路上你看我的节目你都会发现 我一直在跟各位谈产业谈筹码 来你看哦 背后意思是什么 红准前两年的业绩不好 但是你当时候你记不记得我在跟你谈这张的时候 在苹果新机发表还没还没发表之前 好像5月7号还是5月6号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新的iPad要出来 然后N4的晶片是第一次搭载在iPad Pro身上 也正式宣告了平板电脑进入AI的世代 叫做AI平板 对不对 所以那个叫产业趋势已经我们可以预计到 当然他业绩现在还没有出来 产业趋势已经出来 你要买在业绩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一路上在买红准就是这个原因 他有他的价值 所以你会看到我一直在跟各位讲这一块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投资朋友 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当初 我会带所有的会员朋友 去买2317的红海 不到120的位置 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投资好朋友今天我们在上半段最重要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产业趋势已经出来 你要买在业绩还没出来的时候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同理可证 你看我们红海可以买到不大120 我们红准可以从 其实我们前面第一趟已经在做了 第二趟我们是买在5657一路一直买 对不对 都是应用这样子的道理 但是你要这样子做 你就必须你要对未来的产业规划非常的熟悉 对这些国际龙头大厂 他们的一个规划非常的熟悉 就像NVIDIA这两天 有报纸健报在谈说什么 NVIDIA的Spectrum的这个交换器 你记不记得你长期收看我的节目的好朋友 之前我们在做光通讯的时候 我们早就已经在非凡股市现场 跟我自己的节目一直在告诉各位 这个NVIDIA他们自己的伺服器交换器Spectrum X 早就已经在去年5月推出了 然后就报纸这两天竟然在看同样的新闻跟消息 等于是老调重谈 但是这也不是坏事 有好的方向我们提早知道 你看我们的节目也提早知道 这就很好对不对 所以记得这两句话 所以我说IP特工队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一直在跟你谈IP特工队 现在整个市场很少人在谈IP 像昨天大家也很担心IP对不对 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到了今天 不管是三四四三的创意 我也要恭喜我们的会员朋友 IP特工队的会员朋友 我们创意这一波就做得很漂亮 做了第一大段 赚了价差差不多200块钱一张 今天没有时间讲讯息 我也不喜欢炫耀讯息 反正IP特工队的都知道我们有做创意 但是我要跟各位表达的事情是什么 你看创意的这个头肩底的形态 是非常的漂亮 他已经先攻上来 已经站回到季线之上 月线之上本来就已经站上 目前攻到半年线附近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然后三六六一一的事情 前几天大家都很担心 结果他今天就直接给你反攻 那如果说下个礼拜一 这一条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月线 目前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 如果给你反攻再上去 他就要往上攻击一些 所以我昨天一直跟各位说 他今天这根红K棒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昨天节目上就跟各位说 你就跟你说比气场 你一定会赢 因为IP他不是很糟糕的产业 如果IP是很糟糕的产业 我就请问你安磨那要怎么过火 安磨一百多块的这个美金 所以逻辑上要很清楚 那当然看到这边 你看再来你看2363的系统 对不对今天也试图往上攻击 虽然有一点点的虎头蛇尾 但是那个外资在那边做价差 但是你会发现他也开始慢慢做酝酿 连电局团的还有3035的支援 这个破低之后给你拉一下 那下礼拜如果假设 顺利的话 世线再来一根红K棒 这个接近月线这一根 是不是这个是资源 有没有一起供上去的机会 6531的IP 哇今天破底创新低 大家也是很担心 买了300多块的 担心 买了400多块的也担心 买了500多块的更担心 投资好朋友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IP跟AI的关系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跟台积电合作的关系 那他目前这个3D的一个 Vcash的一个制程 就是他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技术 主要是用在虚拟货币 今天最新的消息 美国通过了八档虚拟货币 好像是以太币 以太币的ETF的核准 所以虚拟货币不使 而且还很强 比特币以太币都还很强 挖矿的热潮 或许没有前几年那么热 但是挖矿的趋势都还在 虚拟货币的趋势还在 那你就不用担心爱卜 了解那个意思吗 所以投资好朋友 这就我一直要跟各位表达 有些股票底部很低的位置 我们不求买到最低 买到最低点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机会是存在什么 产业趋势已经出来 你要买在业绩还没出来的时候 了解那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IP特工队下方有报名的表单 认同的好朋友 欢迎这个表单上面可以去报名 OK 好 那我们盘中及时的Lite 你可以透过我们的QR Code加入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但是还是有一件事要讲 什么事情 按个赞 保平安 好了 那本来还要再讲机器人 机器人的概念其中几个重点 这个我们昨天都有讲过 那你可以去看我们昨天在 这个这个礼拜四的一个节目 那我点一档股票先给各位看 这是6166的林华 6166的林华 林华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弄的这一张 这是他们官网官网上面的新闻稿 这次都是林华 然后这个是3059华金科 没有时间讲 好了 那反正我们今天因为也快要休假了 我们昨天跟各位分享到 眼光放远 你要放长线钓大鱼 那既然要休假了 我们就是去 喜欢钓鱼的朋友就是去钓鱼 不喜欢钓鱼的朋友 我们就去吃鱼 好不好 终究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吃大鱼 不是吗 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有些鱼太大不好吃 但是我们即将要休假 就不要想那么多 记得每一个礼拜五 我们的节目要休假的时候 我们都要讲什么 啦啦啦 好不好 凡事早点准备 别忘了订阅 以及按赞我们的个人频道 感谢各位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